那总是可以讲 走到这一条众生的路 要苦众生的苦 要苦众生的苦 既然你走了这一条众生的路 你就要苦众生的苦 众生有苦等于自己的苦 然后你要去帮忙解除众生的苦 所以我们讲慈悲喜舍 慈只是要给大家快乐 给人快乐 苦就是要解除人的苦 悲就是解除他人的苦 喜就是随分随喜随言 随自己的意念 去做这些事情 舍呢 就是舍掉自己的生命 平等的去看待 所有的众生 不要以为说他看起来很可厌 讨厌 我不喜欢这个人 你就不去帮助他 还是要去帮助他 还是要去帮助他 这个叫做平等舍 所以大部分的人 大家都知道慈悲都会的 欢喜也会的 就是舍不太了解 舍就是平等 不管你喜欢的人 不喜欢的人 甚至于完全陌生的人 你都要去帮助他 这才是叫平等舍 很重要 舍之金木也是这样子教我的